它已經陪伴我10年的時間了 它可以同時間讓你肌膚做到放鬆的效果 我已經用了兩支 它非常非常好用 就便宜 可能是便宜 下二線的地方 日常保養的步驟及手法教學 因為最近大家不是都是一直要戴口罩嗎 所以一定會長很多粉刺 然後可能皮膚狀況比較不穩定 因為這邊每天都悶在那個口罩裡面 然後這個時候如果你要用去角質產品的話 我比較不建議 因為它可能是刺激上面又加了刺激 所以你更可能發生一些過敏 或是一些不可預知的狀況 但我這個時候呢 我比較自己會用的方式 我一定會開始使用一些有 患膚類型的產品 像這個Tales的那個 藜麥的患膚精華 然後用了這個精華的時候呢 平常你用可能這個東西要 陣痛期應該是一個禮拜吧 就是你到脫皮 然後再發紅到好大概一個禮拜 可是如果你現在有的是時間在家裡的時候 你就可以大用這種產品 然後還有身體的這種 我也會用那個10%的果翻身體 用在身體 讓整個身體和整個臉都大患膚 那記得患膚一定有陣痛期 它一定就是會有脫皮的時間 然後脫皮的一個過程 這個時候呢 你就是必須保湿要做好 然後還要穩定的皮膚 所以這個時候我盡量不會再敷一些美白的 或者是一些抗老的啊 我都會敷那種比較是 正定肌膚 安定肌膚的 像這樣拘泥的這一個 凝膠 我會這樣敷上去 這個時候呢 我還會 因為反正在家的時間很長 我就會再加一些更厲害的安瓶 加在這個凝膠裡面 就是B的安瓶我也超喜歡的 我加了一點點這樣 這時候呢 那你就可以拿出美容椅 然後開始這樣按摩 反正時間多的是嘛 有沒有 在家裡帶到框 大部分把自己平 就是好好好好的拋光拋一下 我喜歡這個美容椅啊 它就是你知道 它有發熱的感覺 然後它有微電流什麼的 但我自己是沒感覺到任何電流啦 因為我自己是不太會什麼 太多按摩手法的 所以我就獨心這種美容椅器 你好 VOGUE的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妝髮造型師 阿滋馬東先生 要來介紹十幾具產品 首先呢 要介紹的是 這一個 Panasonic的蒸氣 它已經陪伴我10點的時間了 可以用來保養 或者是卸妝都可以 保養的部分呢 我們在擦化妝水之前 因為它的蒸氣是溫的 所以可以透過這個溫的蒸氣 讓我們的毛囊是張開的狀態 那這個狀態呢 再去抹化妝水的話 會讓化妝水的滲透性再更好 卸妝的話也是一樣 步驟的話一樣 是卸妝之前呢 先用蒸臉器 然後讓你的毛囊是張開的狀態 再去卸妝 會讓你的妝卸得再更加的乾淨 那磨的器具呢 我有三個可以跟大家分享 第一個是REBA 大家應該蠻常撿的 只是我選的尺度是比較小的尺度 它可以在我們做保養的同時 然後可以拉提我們的肌膚 然後可以讓我們的這個穴道的部分 做按壓也沒有問題 除此之外呢 它的設計其實也可以讓它按壓頭皮的 是一個非常好的單品 另外一項呢 是台灣的品牌 是03E 我記得也是很便宜 大概三四百塊就買得到 它的使用方式呢 一樣是做按壓 只是我會把它放在冰箱裡面冷卻 那達到一個冰冰的狀態 然後去縮小我們的毛孔 這個的話 我就會拿來做眼周的按壓 那它的 前頭的設計是一個圓形的 這個部分的話 我會拿來就是按壓 我們的每一間的這個穴道 也是一個非常療癒的單品 再來是我以前在日本藥妝店購買的這個 它比較特別的是它會震動 所以我們在一樣是抹保養品的同時呢 遇到這個震動 然後讓那個保養品的吸收再更加的 可以達到更好的效果 最後如果你今天比較沒有預算的話 我會蠻推薦的是這個 它是在尼德利買的 它是一個家具 但是就是一些生活有名 裡面我就買到了這個 它的這個設計也比較特別一點 一樣是可以拿來做頭皮的按摩 或者是肩頸的按摩 按壓其實都還蠻適合的 如果比較 預算沒有怎麼充足的話 我也會建議買一種這種單品 放在身上也是一個非常療癒的選擇 大家好我是楚怡 今天呢 要來跟大家分享在保養裡面很重要的環節 就是按摩 那按摩呢 可以讓我們的肌膚臉部的放鬆 然後增加血液循環 排除老輩的廢物 還有讓肌膚變得更緊實 今天呢 有教了幾個比較重點式的按摩方法 那麼呢 你可以就是選擇你自己喜歡的按摩油 那我自己個人是喜歡用椰子油 那大概倒數像這樣子 差不多這樣子 十元大小之後呢 就可以跟我們在臉上 然後脖子上來 第一步中我們要先做一個 淋巴線的 腦背排除 這邊呢 有一個穴道就是 耳朵的後方 直接用幾隻的部分 刮下來 那這個動作呢 你可以重複大概 五到六次 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換到 眉骨的地方 一樣也是用條件 然後在背後的地方 就畫這邊 輕輕的 畫到太陽穴之後呢 正式移到後面 刮下來 這個動作呢 也可以重複大概 五到六次 就是輕輕的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是用手部上去這樣子 紫漆的部分呢 我去做眼周的 按摩 可以像這樣 慢慢的滑出去 從領到過來慢慢的滑 輕輕的滑 尤其是在眼周的肌肤 一定要清 再來呢就是我們的 也是可以利用像這兩邊的紙巾 我們從額頭開始刮 先左右刮 然後然後大刮 兩邊 接下來呢我們可以用 一樣是兩隻手指的部分 然後我們可以像這樣 刮出去 從裡到外的刮出去 那這個動作呢 差不多也可以持續 我覺得大概一分鐘還不錯 就讓你的臉部整個 會循環想到 你的臉都紅得起來 然後呢 接下來 我們的手部 就像這樣 這樣子 拉你的動作 然後 直接壓在我們這邊有兩個穴道 一個是銀箱穴 一個是地倉穴 這兩個穴道呢 可以 減少法令紋的產生 我們就像這樣子 直接壓 一個一定要濕一點力量 才可以 這個呢也是大概壓的 我剛剛覺得壓的10次20次都沒有問題 之後呢 我們用 直接這個地方去壓 臉部肌肉就是像這個下方 這邊也是有一些穴道跟肌肉的 這個呢也可以吃 所以大概一分鐘左右 就是沒有問題 這個呢也可以吃 但是 是非常痠 這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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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是很容易 小啊 腳大 這個呢 這個肌肉 超新起來 它到底要怎麼樣挑選像這種按摩的小物呢 我自己是覺得 以你自己使用起來方便為主 因為 這些都會有一些按摩的作用 像 我自己是比較喜歡像這種滾輪的 因為它不需要 電池 然後也不需要充電 它就是直接拿起來就這樣滾 滾滾滾 就是 隨時隨地都可以滾 它一樣也可以滾滾 所以我覺得是 CP級比較高一點點 就便宜 真的是便宜 哈囉 Vogue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財政師知智 如果通常我時間很充裕 很足夠的話 我會先 按摩 我會用按摩油 或是按摩乳霜 來讓眼部先做一點放鬆 然後放鬆完之後呢 可能有一些工具來的工作 我的包裝粉的好處是 我覺得它可以在 下熱上的地方 讓我輕輕的帶 因為它剛剛好像是這個角度 所以我覺得這個也蠻舒服的 放鬆完之後呢 我會用 比如說像這種 礦泉水的噴布啊 再擦拭一遍 或者是用清水都可以 換完之後呢 我就會先再擦一個潛倒 就是要讓你之後後續的保養 可以更充分的吸收 然後我擦完 潛倒之後 我就會利用化妝水 沾濕整個化妝棉 進行一個濕霧的動作 然後濕霧完 我就會再擦日常的一些 精華液啊 保濕精華液啊 然後再加上 抗霜 這就是我會想的保養 大家好 我是資深產中式的豬肉 針對我自己的保養呢 就是有這五款 那這五款的部分 事實上來講的話 它是非常簡易的一個化妝方式 那首先呢 我會用到就是二號化妝水 欠逼二號化妝水 那它這個化水 我用了十多年以後 它本身是可以 再次清潔 那同時先軟化皮膚 然後呢 再代謝老胃腳之下 所以它我用的非常非常的習慣 再來的話 我會用這個微澡精華 那這款微澡精華 它比較特殊 它是可以幫助我們皮膚 在保養品使用的吸收力 以及保養品後續的作用 所以我通常都會在所有的保養程序 化妝水時候就先使用它 那它很特殊 所以我蠻推薦它的 再來的話是眼霜 那眼霜我用的話 這是一個澳洲的Inica品牌 那這個品牌呢 它是天然有機 然後在全素的品牌 所以好像是有些比較在意 像是是不是素食者可以用的話 它絕對是可以用的 好 再來的話 它比較特別 它附上了一個陶瓷頭 那這個陶瓷頭呢 它能做什麼呢 它就是讓你在使用眼霜完之後呢 它可以做按摩 然後它可以同時間讓你肌膚 做到放鬆的效果 所以這一款 我已經用了兩支 它非常非常好用 眼霜 再來的話就是這一個 伊利莎白雅頓的安瓶 那這個安瓶來講的話 其實我很愛用它是 因為第一個 它能做到就是 快速的讓皮膚產生有亮度 再來的話 像是膚色不均 暗沉 痘疤 它同時間都可以做到 所謂淡化的動作 所以皮膚會比較有美妙效果 而且呢 它比較特別是 它是屬於居家換膚系列 所以呢 你可以看得到 它有四瓶 也就是說一二三四 一瓶就是齊天早晚使用 那這款其實我是蠻推薦 大家可以做使用的 最後的話就是保濕霜 那保濕霜呢 這款在網路上非常非常有名 它叫做王菲爆水霜 所以很多人應該都有聽過這個 那它的保濕程度非常非常的高 所以我特別愛用它 做完這樣的保養之後呢 我會再加上幾個按摩的手法 那首先我會用這一個 那這個的話它看起來很特別 它是刷具 它是畫眼影的刷具 沒有錯 但是它後面呢 就是浮上了一個滾珠 那這個滾珠同時間 就可以讓你做 推的動作 或者是壓的動作 這的話其實就是在按摩 我們臉部的一個設計 所以它蠻特別的 那這個滾珠呢 它是可以滾動的 它並不是做實的 所以在使用上 它可以這樣來回的滾動 非常非常方便 那同時間它有比較大型的滾珠 它一樣可以這樣來回的刮動 那記得不要用力太過用力的壓沉 它只要輕輕照它的滾門的方式去帶 而且呢 它是金屬的材質 所以溫度比較低 所以有時候在使用上 它可以讓皮膚有放鬆的效果 好 最後呢 我還會在狀態使用這樣的刮棒 那這個刮棒它是刮哪裡呢 就是每天早上起來 零可能會有水腫的現象 做完保養品的最後道程序之後呢 保湿霜結束之後呢 我就會開始比如說在下腹這一塊 直接慢慢的刮 輕刮 然後在我們最在意的下腹線的方向 往上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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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到四四的方式之後 再從下方脖子舒服的位置往上帶 戴完之後呢 到我後再往下把它排出去 兩到三次的部分來做 那做完之後呢 臉型的部分就會有消水腫的效果 所以像這樣的小工具是非常非常推薦的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為止 另外還有問題的話可以留言在下面 我們會一一的回覆 希望你會喜歡 然後不要忘記訂閱Vogue YouTube頻道哦 我們下次見啦 拜拜 請大家 請大家